那些政府的樂觀 你以為你在打這個NBA的季後賽 對以上的是現在 樹倒胡森散的一些 蔡英文的幫眾 再加上 那個 陳耀翔跟NCC 確實有點 多接老鼠 很離譜啦 應該是還給樂聽大眾 一個公道的時候 陳耀翔只是一個 他的背後還有一個人 他如果回到台北大學去教書 會不會被學生 這個我很懷疑 有很多觀眾 這女生真的不要再鬧 陪她追憶中 因為有投資要去 留下你時間 你看喔 洋洋傻傻 這麼多的案子 包含的是之前陸陸續續 被NCC裁罰的 什麼大家不要離開啊 這個我們之前也有談過嘛 鳳凰雲的案子 然後呢 這個 政治政論節目的 一些狀況 還有呢 社會案件的也有 然後呢 最後面是這個 中天新聞換照案 這個是最主軸的這個官司 那這一次的勝是勝在哪裡呢 就是第二個這個 鳳凰雲案 這個案子是這樣子 你看到喔 旁邊的二審勝利嘛 然後更衣審 發揮更審 我們又拿下 然後呢更衣審上訴呢 這個我們又拿下 結果NCC不服提出再審 好我們又拿下 好這件事情呢 為什麼會說讓NCC急跳走 然後陳建仁也跳出來講 是這樣子的 就是因為中天 就是知道說我們自己是16勝嗎 當然是趕快把這個消息要告訴大家 要公諸於眾 好我們這些政府的惡觀啊 你以為你在打這個NBA的季後賽啊 你裁罰了台灣的一個 跟你立場不同的最大的媒體 你即便是一敗 你都會覺得這是歷史上最大的恥辱啊 還在跟我談什麼14勝2敗 好首先我不知道他的 幾勝幾敗是怎麼算的 也許惠榮比較了解他們 我怎麼算都看不出來 什麼叫14勝2敗 簡單的講就是說 一個審級是同一批法官 要嘛一個要嘛三個 同一批法官不管開幾個庭 就把它當成是一個審判庭 當然是一個審一個審來算囉 不過其實我覺得 我也不是很計較這個 法庭的贏根書啦 如果按照法庭的贏根書來判斷 那我們早出局啦 我們應該是倒過來啊 我們應該是二勝14敗吧 因為法院總是這個有權勢的人開嘛 但是中天因為他本身是一個 有影響力的媒體 所以在司法的路上 在對上的是現在 豎倒胡孫散的一些蔡英文的幫眾 再加上那個陳耀祥跟NCC 確實有點過街老鼠了 很離譜啦 你看馬英九時代不與換照的是年代綜合台 新聞台在事隔二十幾年之後 竟然還出現被整個就這樣停播 到現在中天關台是12月12號吧 應該是三年半快要四年的時間了 我覺得該是還給 不是還給中天一個公道 該是還給樂聽大眾一個公道的時候 大家要記得我一直在呼籲一件事情 陳耀祥只是一個戴罪羔羊 他的背後還有一個人啊 他的背後呢 那還有他的這個平行的部分 因為陳耀祥現在開始撇清責任嘛 他說NCC是委員制 沒有錯 確實NCC是委員制 而且委員說實在話 就跟立法委員差不多 他們都是一些從校園啊 從一些那種很不怎麼樣的地方 弄出來的一些不怎麼樣的人 所以他們的心態就是五日經兆 他們未必會有聯合行為 我的意思是說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責任不是陳耀祥一個人 是當時不與換照的七個人 應該要全部的負擔責任 因為當時是7比0 那我也不能理解像陳耀祥這樣的人 他如果回到台北大學去教書 會不會被學生扛負責任啊 這個我很懷疑耶 他怎麼樣講出他自己 在法律系上面 如何可以依法論法 站在什麼樣的角度 可以去關掉一個 台灣的主流媒體 我覺得這件事情實在是很扯 那你再攤開看 中天的每一個案子 當時被成案的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有人檢舉 有很多觀眾檢舉 台灣的節目哪一個沒有很多觀眾檢舉 所以這種笑話 我覺得NCC真的不要再鬧了 那現在看看陸陸續續會還給中天電視 一個公道 不過我深深的期望兩件事情必須要落實 第一個是賠償 第二個是追凶 這兩件事情在轉型正義的過程當中 缺一不可 所以若我們開箱的朋友們 還有中天頻道的一些支持者要記得 這兩件事情沒有落實的話 同樣的例子將來會發生在別人的台身上 這件事情永遠沒有公平正義 第一個就是要賠償 恢復原狀加上賠償 那這個賠償呢 不能由國家來賠償 因為這個作法 這個作為啊 關掉媒體這個作為 不應該是受到 國家的法律保障的一個公務人員行為 這形同於一個公務人員呢 假借他的 比方說一個警察 穿著制服 假借他是警察的名義 然後去洗劫一個這個 超速的計程車司機 是一樣的道理 因為沒有人賦予警察 在穿著制服的時候 可以去搜這個 這個駕駛的身 或者是搜刮駕駕駛的財物 所以這不是職權行為啊 這不是作為警察應該做的行為 所以我們一樣可以主張說 你NCC的委員 關掉中天的這一件事情上面 他超越了憲法所賦予的 新聞自由跟言論自由的奮進 所以這不應該算是 NCC的委員的職權行為 因為任何一個公務人員都知道 他的所作所為不能超越憲法的層次 所以我覺得朝這個角度去打 我希望看到不是國家賠償中天 因為國家賠償中天沒有意思 因為這是拿著大家的錢去賠大家 等於是把左口袋的錢 去賠了右口袋的錢 事實上應該要找到 冤有頭債有主 應該是要找NCC的七個委員 去負責賠償中天 如果他們做了這樣的事情 我相信他們以後就會依法論法 那另外一個就是要追凶 是哪七個委員 做下這樣的一個裁定 這七個人必須負責任 15件NCC已經敗訴了 沒有沒有沒有 中天只贏兩件 我確定 我是說訴項當中的 十件十件十五件 你都是很多嘛 那你的標準根本很不一樣耶 沒有啦 這都是名子名高耶 中天與NCC訴訟連十五勝 NCC主委陳友祥卻不認錯 欄尾再追問 52台是否該還中天 那NCC如果敗訴定驗的話 要怎麼把52台還給對方 你們怎麼知道 明知對方還在跟你打官司 你也不一定會贏的情況下 就曹曹把52台給別人 你們處理 沒有52台的所有權 有沒有平衡 如果官司輸掉的話 沒有 要怎麼處理 那是到時候最後的決定 所以 NCC醜罪關中天 一一被法院打臉 陳友祥卻置身世衛 不願買單 北高行法院判決 裡面還有在講 你們準備好了 國賠五79億嗎 如果說這個案子 到了最高行 這個法院判決 你們敗訴之後 陳主委 你要負連帶賠償責任嗎 你是主責 為什麼會沒有這個問題 陳友祥強調會上訴 無視NCC的訴訟費 要花人民的納稅錢 讓招委陳雪萱都看不下去 以國賦孫中山比喻 要NCC投降吧 國賦孫中山先生 12次失敗成功了 你們打官司輸了15次 你還繼續打 你們就投降吧 15次了 你們 你訴訟費用錢很多 是不是 明年省預算 我把你訴訟費用全部給你砍掉 你們自己出錢 就是不滿NCC態度囂張 在2002年中天政論節目直播時 有農民口誤 將200萬斤的文旦丟水庫 降成200萬公頓 即便在兩分鐘內就更正 NCC人創惡力 開罰中天100萬 兩分鐘就更正了啦 對 你如果說隨便一個人口誤 就要把那個電視台 我們這太可怕了 誰沒有口誤過啊 賴清德口誤過啊 你說是先射箭再畫吧 沒有先射箭 通平NCC先射箭再畫吧 就是衝著中天而來 藍尾黃建豪更直接開槍 陳佑祥 若鄭南榮還在世 還會想關中天嗎 如果你覺得今天鄭南榮在世的話 他還會去關中電視台嗎 沒有真正的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 如果你說殺人放火 這種恐嚇這種言論 怎麼會是言論自由 今天電視台要怎麼樣殺人放火 你把這不同言論 不同立場的電視台 視為跟殺人放火一樣 你確定就是你要講的話嗎 即把中天比你成殺人放火 陳佑祥言論令人傻眼 NCC拔戶關電視台 中天清白何時該回來 陳耀祥作為一個法律系的教授 對言論自由的定義 跟對言論自由的認知 竟然是如此的膚淺 我不反對 今天如果說 某些電視台或是某些言論 超越了愉悅的犯計 你可以用民事訴訟的方式 要他對傷害的人提出賠償 那今天坦白講 政府管媒體的這件事情 就有點離譜了 就是讓你有遙控器 你可以選擇你要看的東西 而不是去關掉別人 或搶走別人的這個選台器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 那我今天要說的是說 你陳耀祥作為一個NCC的主委 你這樣子硬拗 是會留下歷史紀錄的 我強烈的建議中天喔 你們應該出一部書 就是中天關台權紀錄 或者是那個書名叫做 台灣言論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那你把它出了以後 我幫你把它送到這個 美國國際圖書館 送到英國大英圖書館 讓它永久保存 紀錄下台灣歷史上的這一段媒體 如此被 特別是新聞台啊 如此被強害的歷史 讓它能夠放在全世界的 言論自由的市場跟圖書館當中 我覺得這對於後代的這些 子子孫孫來講 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堂教育的課 我強烈的建議中天 打這個官司的過程 就應該把書出出來 那我其實覺得喔 中天也不要太倚仗 這個行政法院的判決 或者法院的判決 說不定哪一天賴清德的手伸進去 你們又開始敗了 那個時候會很尷尬 所以我的意思是 這個事情 就認為法院 就最後把它交給法院 其實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 應該回到事情的本身 就事論事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松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美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Foodsea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